坐好了 走吧 李川啊 小刚了 这位是女朋友 您好 我是王总的翻译安妮 翻译啊 不好意思啊 误会了 李川中文这么好 还需要翻译吗 我的中文没有你想象的这么好 青莲义气的标 准备得怎么样了 差不多了 这么快啊 我知道你刚来温州才几天啊 对我来说不是很困难 你们呢 完成了吗 我们反复修改 志在必得 看来 你们GMF和我们家园国际 会有一场猛烈的交量哦 历史还会再重复一遍吗 谢主任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我们GMF瑞士总部的设计总监 王立川先生 这位就是我时常跟你提到的 咱们招标办的谢可阳 谢主任 谢主任 王总 就闻大名圆前一面哪 他已经听了这么多话 但他没有机会见你 不敢当 外邦设计师 才书学浅 对博大今生的中华文化 特别仰慕 王总过谦了 我年轻的时候 你们瑞士有一位著名的华裔建筑师 王宇航博士 应邀到清华去讲学 在陪同人员当中 我铁在其末 王先生 你认识他吗 王宇航博士是吗 他是我爷爷 王先生一家 是什么时候去的海外 很久以前了 但我爷爷奶奶曾经住在北京 难怪他中文说得这么流利啊 不敢当 谢主任 这位是田小刚先生 他是家园国际的设计师 老谢小刚 你们认识 我们认识有七八年了 按理说 谢主任应该是我和邵华的学长 没错 我们家园国际 在温州有好几个项目 小刚 你应该请王总吃饭 你是温州人 要尽地主制宜啊 那是那是 谢主任 小刚是本地设计师 GMF是海外兵团 评标的时候 不会区别对待吧 怎么会呢 英雄是不论出处的嘛 你放心 竞争是绝对公平的 我们只是希望青年一期 能够通过你们的设计 能够成为温州式文化建设的一个地标 怎么样 我们大家赶一杯 好 赶 赶一杯 来 李川 不好意思 我不喝酒 今天这么高兴 你怎么能不喝酒呢 这不给面子呀 来 我来吧 谢主任 小刚 为了将来的合作 干杯 干 干 干 来 你怎么回事啊喝那么多酒 不是让我替你喝的吗 谁说的 谁让你替我喝酒的 你的命不值钱吗 都说你滴酒不沾 都多少滴了 而且你也不能一口干吧 有人特地的嘱咐 反正那两个人很讨厌了 一直逼你喝酒 我觉得那个田小刚来者不散 我担心他和谢和阳 有私下交易 现在政府打击贪污腐败的力度 挺大的 而且那么多双眼睛盯着 如果真的有伪器的事情 一定会曝光的 对了 刚才那个谢主任 说了两个什么生单词 我 我没听到 什么是圆圈一面 然后什么是天才人祸 刚才他说的 我不都给你翻译了吗 你解释的我也听不懂 王立川 你什么意思啊 你说我翻译得很差是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 你今天穿得特别漂亮 我 我有点走神 你干吗 干嘛啦 小秋 我四年前就跟你说再见了 你为什么还不断地写 电邮给我 我也没有写很多封啊 没很多 一千五百封 最短三十个字 最多一万两千个字 我 我那是为了 当成另一种形式的日记 因为我觉得 爱呢 就是要和你爱的那个人 和你爱的那样东西 天天地在一起 比如说你喜欢画画 你就想天天拿着画画 你要是喜欢弹琴 就想天天地弹 你爱一个人呢 你就愿意为他奉献出你的幸福 你的理智 你的灵魂 因为你会发现有些东西 比你自己的自我更重要 更庞大 真的 你这样子做很不值得 我对你一点都不好 而且 我不配你这样 专注地对待我 你对我怎么不好了 我不高而别 我自自不悔 我们不是同一类人 我们怎么不是同一类人 我是残疾人 其实我知道为什么 你知道 嗯 你是不是 遇上了一些事情 然后 那个方面 出现了一点障碍 没关系 立川 其实我真的不介意 因为我觉得 一切以繁殖为目的的爱情 都不是真爱 嗯 嗯 夫人 我来帮你倒吧 这个很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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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还要吃什么东西吗 我再要点水果 好 嗯 嗯 没关系 小伙子 你的腿 怎么了 受伤了吗 我倒是认识一位 很好的外科医生 是车祸 哦 好 给您 谢谢 夫人 我介绍一下吧 我是GMF的建筑师 王丽川 这位是谢小姐 您好 谢小姐 嗯 好 这个蛋糕挺好看的 放的什么水果呀 夫人 你站到了 真不好意思 我去帮你洗一下 好好好 谢谢 等我一下 谢谢 哎 谢小姐 这位先生看起来 他是很喜欢你的 你没看出来吗 没有吧 你看刚才哦 那个 他的身体有些不方便 可是呢 他就不让你代劳 而是亲自去帮我拿吃的东西 不是吗 我 王先生很有自信也很能干 如果他需要帮助的话 会直接告诉我的 对对 对对 我呀 见过的人多了 好人 坏人 不好不坏的中间人 我都见过 你相信我的眼光吧 他呀 肯定是一个好男人 你才能干ат 一定是做的 你才能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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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坏的 你才能干 你看我这个老牌 当然是画国画的 怎么了 不好意思 失陪 他可能是过敏了 失陪一下 我去看看他怎么样了 好好好 谢谢 怎么回事啊 给你指巾 那个蛋糕有芥末 有芥末你还吃 我怎么知道有芥末 那倒也是 现在好些了吗 不如我们先休息一下吧 你看看你现在 脸色惨白的 回到上海以后 一定要好好地休息 好好地痒痒身体 小秋 让你休息一下 让你休息一下 不要 我已经不再爱你了 你到底要我怎么办 我不相信你说的这些 拿什么证明 戒指我扔了 照片我也撕了 你还要我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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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尽口侮辱你 你才会相信我吗 你们俩怎么躲这儿来了 照片办曾主任在那边 带你去见见 好 走 天凉 收了 帅 小秋 小秋 唱什么要去做 太可爱了 不 佳麗哥 拜托 不 我已经不再爱你了 拿什么权利 戒指我扔 照片尾色 难道 我要亲口误误 你才会相信我吗 不过一句抱歉 那些乐得悲得笑得哭的画面 像从来没有运行过的时间 但对你而言 也不过是从前 说不上什么怀念 只是还没随风 还言 那些黑的 白的 深的 浅的 照片 多花满 我们 懂得近的 远的 近的 从前 难得誓言 试过境迁 敌不过一句抱歉 那些乐得悲得笑得哭得画面 像从来没有运行过的时间 但对你而言 也不过是从前 王总 这个 是小秋孝武买给你的 他这段时间在审查 需要避嫌吗 让我帮他送过来 那些旧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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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你关系 我现在走了啊 那些旧遍 只是从前 从前的 从前 从前 早 早 喂喂喂 不会有点犯糊涂啊 小秋 叶静雯跟安妮 所以立川到底喜欢哪一个 他脚塌两条船不好吧 这个你都看不出来啊 要不是仗着有人喜欢 谁敢对立川这么凶啊 走吧 是 喂 公伯吧 复诊的数据我已经看过了 不太好 骨髓窟那边有消息吗 还没有啊 您应当劝他马上回苏黎市 如果突然发生什么事 那边的医生是最熟悉他的病情的 这个事情爷爷知道吗 我只是婉转地提了一下 他很紧张 所以我没敢说的太严重 哦 立川在温州的工作 这个礼拜就结束了 那下个礼拜就可以回去了 哦 那我也可以送一口气了 好 你们有事随时来找我 好的 谢谢啊 昨天晚上怎么样啊 有没有擦出浪漫的火花呀 擦出什么火花 那边的火花啊 立川差一点一脚就把我踹进坟墓了 其实我现在才明白 我这些日子一直不肯放弃 只是我自己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吧 什么现实啊 立川他根本就不爱我 这就是现实 而且昨天晚上 他又亲口跟我说了一遍 可是你知道吗 就前天晚上 他一听到你 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肯出来 就立马着急了 他一个人在街上 找了你四个多小时 找不到你啊 就打电话给我 后来还报警了呢 后来啊我遇到了小傅 就是他的司机啊 小傅跟我说 他一个人满大街地跑着找你 找他走也走不动了 也不肯罢休 所以我的结论是 立川他还是爱着你的 烦死了 我本来都准备向前看了 现在怎么办啊 你要往回走啊 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呢 立川是肯定喜欢你的 可是他肯定不能娶你 不然也不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咯 那你说 我跟立川的缘分 是不是已经尽了 小秋 是你的 就千万别让他跑掉 以前呢 立川远在天边 可是现在 他就近在眼前呢 他也爱你 你也爱他 难未娶女未嫁的 谢小秋 你要是这次再不抓住他 他一定会溜走的 可是你觉得我还不够努力吗 我对他的坚持 都已经到了那种 令我自己都觉得羞愧的程度了 爱情吗 总是要低到尘埃 才能开出美丽的花朵吗 对不起啊 哎呀笑一下啦 笑一个 您好房间已经打扫好了 谢谢啊 扶 要听我们的 你别再喝酒了 你什么时候看见我喝酒了 我让医生开了些解决药 你拿着 你的关心我承受不起 借酒药来自不易 你要干吗 这里边这么糟 我告诉你 捞出来我也不会吃的 除非你跳下去 我跳下去借你就吃 你才不会跳呢 你有那么严重的洁癖 你干吗你真跳啊 立川你下来 下来 你真跳啊 说到没有啊 你小心小心 慢一点啊 快手给我 小心小心小心 你现在就给我吃 你吃还不行吗 你吃点什么 你要真跳啊 你脑子坏掉了 吃 我现在就吃 吃了 快把我拿你上来 等一下 你先跟我发誓 你戒酒了我就上来 我发誓 我发誓 我和谢小秋终身戒酒 如果戒不掉的话 我就 就就就那个五雷轰顶 天珠地面 好了吧 快起来了 你把你的围巾先给我 围巾 这围巾干吗 给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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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流血了 那我突然就上来 不行 怎么了 我带你去医院 快手给我 一 不行 不行 你拉不动我的 你怎么了 你去找伦内 将来帮我 但是你不要告诉我哥 好 那你在这儿等我一下 人内 快 你去一下 立川的手受伤了 受伤了 在哪儿啊 让我来 立川 怎么了 想到哪儿了 在这儿上 快出来 来 一点小声而已 把他拉下来 自己去点力气 我扶一点啊 你扶住他了吗 我扶住了 开着腿 走 赶紧去医院 小秋 你现在回房间吧 怎么了 等晚上要陪你去医院 咱们快点去啊 快点 他有允许在 你找不到 那你怎么办 我自己陪他 快我先送你去医院的 快我先送你去医院的 那我可以 好 小秋 我说你回房间 你说呢 他 他 他自己去了 他让我照顾你 说你有医院症 那我们得陪他去医院啊 小秋不行不行 他能够照顾自己的好吗 那万一他出什么情况呢 你知道他去了你家医院吗 不知道 小秋 oste 这样子 对对对 我知道 谢谢 驴川 怎么样 你严不严重啊 不严重 一点刮伤而已 你是平穴吧 血性的止注没有 那怎么还坐在这里啊 是不是还有哪里不舒服啊 我刚刚找不到电梯 外科在楼上 我上上下下的 头有点晕 头晕的话就歇一下 好吗 我没事 走吧 你不是头晕吗 头晕歇一下好了 我去给你买点水好不好 不用了 这次都是我不好 以后我再也不胡闹了 不要睡觉 我保证 你脸色看上去还是不太好 要不然我们再去看一下医生吧 不用了 我想先回去早点休息 立川我正要找你呢 手怎么了 怎么了 你受伤了 小伤 你有没有去医院 去了 刚回来 你别跟我说 你只看了普通医生啊 我去看砖科了 没计算 我昨天晚上给你那个图 我需要改几个地方 不是 我 安妮 你能告诉我 为什么她的手会受伤吗 是不是你没有吵架了 吵架 这 这 不是 是这样的 我 我刚才一直和立川在一起 我们 当时在停车场里 然后小秋来了 嗯 然后 来了个 一个 兔子 兔子 对 对 然后 对 是一只 很可爱 毛组绒的兔子 然后她突然又跳到那个 花盆里 对 然后突然又飞到那 不是 又跳到马路上 然后 然后这个时候立川就想抓住她 结果就来了一辆车 什么 什么 立川被一辆车撞了 怎么被车撞了 不是 是一个装垃圾的车 垃圾车 你被卡车撞了 没事吧 又被车撞 我在说什么呢 是这样 你们没听懂 是一个装垃圾的车 然后来了一阵风 结果垃圾就 就 掉下来到 所以我才会变成现在这样子 我没有被车撞 也没有被卡车撞 我没事的 你们不用担心 我还要画图呢 你们慢慢聊 我先走了 立川 你真的没事啊 我一 不是说成这样啦 我男人都知道 我男人都知道 对了 听说今天晚上有台风啊 台风 真的是假的 急急的 那为什么大家都没有撤啊 被骗的感受 不好玩吧 小秋 文内 进来吧 文内 这边坐 小秋 这个送给你 喜欢吗 喜欢 是你设计的吗 这个是立川家的一个博物馆 是立川的成名座 还多块大奖呢 真好看 小秋 立川 不是故意要得罪你的 其实你知道事情对不对 那你告诉我 他为什么要得罪我 你自己问他呀 他根本就不愿意说 那 我也不方便讲 我其实想问你 他立川本来要回瑞士的 结果 突然决定要留下来 这事和你有关吗 有 有 因为我把他护照死了 这么厉害啊 不过 他真的必须回瑞士 为什么 你要是为他好的话 你就让他回瑞士 你可以去看他 我出机票前 你住在我家 你想住多久都行 我可以劝他回去 但是我必须要知道 他为什么一定要回去 这个 属于立川的隐私吧 立川是一个特别顽固的人 要是我告诉你的话 他会和我绝交的 他一直都有贫穴吗 很久了 很严重 不太严重 小事 那车祸呢 什么车祸 就是关于他的腿啊 那个 特别严重 那时候 差点死了 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十七岁吧 后来呢 什么后来呀 我是指四年前 他为什么突然又从上海离开 是因为家庭危机呢 还是因为经济危机 应该就是 正常的工作调动吧 瑞妮你也跟他一起骗我 对不对 小秋 疾病是社交的大忌 我们尽量去避免他 你明白吗 我不明白 在现在这种 你争我夺的社会里 谁也不想暴露自己的弱点 尤其是个男人 他有跟你提起过我 对不对 好多次 我还看过你照片呢 你成人的时候 小秋 发了一张在Email里 小秋 你来苏黎世吧 好吗 我家离立川家真的特别近 咱们可以一起去滑雪 你知道吗 他一条腿滑得比两条腿的人还好 不用了 立川他说 我们已经结束了 他说他现在喜欢的人是Jeanette Jeanette 怎么可能有误会 什么误会 我别的不知道 但是有一点我特别清楚 那就是 立川一直喜欢的那个人 是你 是你 有人找我 我先走了 快乐 好吗 还愿意 我只要有什么 你不能说 你不认为 我可以说 我以为你 我不认识 我可以说 你不认识 我在屋里待了三天三夜 然后把谢灵运的石油翻了一遍 可能会对你有帮助 怎么样 好 好 你说田小刚如果看见这个 会不会一喉血喷出来 不会 刚刚掉我裤子 对了 还有三十分钟的 那个镜交产数胡来写 写完之后交给叶静雯去翻译一下 我已经写好了 我应用了很多式小修翻译的资料 给他弄吧 会比较快一些 可是 李川 你都忙了三个通宵了 快回去休息 剩下交给我们 好吧 那我的事情都做完了 你们再辛苦一点 要记得明年十点钟准时交标 好 是吧 休息吧 休息吧 这一块啊 在这儿呢 你看上面还是不错的 GMF那边情况怎么样 没什么进展哪 各种办法都想过了 不过 从某你穿的房间里面 通宵达旦这一点来看 应该还没有改完 听说他们找了一个景观设计师 金奈德苏 对 你认识啊 从杂志上见过 他们一起设计的一家酒店 刚得了一个设计大奖 那得大奖是过去的事 就看这次了 离截止期应该没几天了 到时候交不出图 他们可就要自动期权了 我怎么感觉 他们是能交出来的 不会那么顺吧 万一发生点别的意外呢 我是说万一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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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也许多傻 好 我再来 了 我的好 杨卢 过了 我去拿了 你要拿好 你知道 怎么只有你啊 立川呢 可能再睡吧 好 锦标阐述的依稿我已经收到了 我觉得立川需要二十分钟左右 来熟悉一下上面的中文 这样吧 让安妮一块来 反正答辩的时候也需要一个翻译的嘛 我反对 安妮现在有泄密的嫌疑 我觉得她应该受到严格监控的 所以呢 我让她寸步不离地跟着我 我看她还能使出什么花招来 你通知一下安妮 让她准备一下 好 那我去叫立川 不用了 反正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让她再睡会儿 好的 立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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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了 立川 几点啊 不是三天限时十点 现在已经九点二十了 大家都等你呢 起来吧 怎么闹总没想 可你想过了 你怎么那么烫啊 发烧了是吧 杜余 不要测一下 没事 没事 测一下测一下 三十九度七 走 去医院 不用了 试试我再去 我可以顶着做 别管她了好吗 赶紧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谁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如果现在不去表演 我们就会被取消资格了 你懂吗 大家你的心口都白费了 张绍华可以替你的吗 不急啊 我说我的证明 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如果她造成念的话 她是不会用的 更别说回答问题 立川 我说过几次了 你的命比表演要重要啊 你的楼下等了 我马上来 去啊 这是你讲稿的译文 你看一下 有些地方我标了PE 然后那些黄色的标记部分 是专有名词 你要注意一点 谢谢 为什么我还觉得我困了 要不要到前面停下 给你买杯咖啡啊 她现在需要的不是咖啡 她正在发烧呢 你说 你觉得你真的可以吗 可以 我没事 哎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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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车了照车了 没事吧你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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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们赶紧叫救护车吧 啊 这是我的名片 啊 我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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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突然穿过来了 你才这样 鸡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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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电话叫警察来处理就好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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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手 别动手啊 放手 你别抓他 过来 过来 老奏 别抓啊 别抓啊 别走 他把你给我跑了 不准备人 不是 你不要跑了 吵枪啊 他干什么啊 瞳姐 快把我拦住他 不是说你了 快 谢谢 坐 坐 坐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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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干什么 到底怎么样了 放心吧 天总 估计他们现在正躲在什么地方哭呢 曾主任 GMF的人到了吗 没有 就查他们了 曾主任 您可得拔好这个关哪 按照规定 迟到了 这个标就作废了 迟到一分钟也是迟到啊 还有两分钟吧 还有一分三十秒 GMF上海分布交标 好 曾主任 这个标应该无效 按照规定 必须是公司法人代表亲自送标 他是GMF的法人代表吗 我是GMF的工作人员 这是我的工作证 工作人员可以递标 但是 必须由法人签字 字 已经签了 小姐 手续合格 谢谢你 辛苦了啊 先休息休息吧 谢谢啊 把这个拆开一下 你来登记一下就好了 好的 曾主任 这是我们补交的一份书面书名 你们要求将投标底价下降百分之五 对 正式 好 我把他和投标计划放在一起 把他放在一起 好的 喂 王总 标书已经送到了 对 刚好赶上 你们那边怎么样啊 好好好 那你们赶紧过来吧 嗯 再见 再见 总而言之 我们的设计 它延续了温州 作为历史名称的文化底蕴 我们追求的是 帝王般的典雅的效果 用次第的飞檐 来体现音乐的节奏 用倾斜的墙面 来增加动态的美感 这将是一座 设施齐全 功能先进 超豪华的 现代化文化娱乐中心 好了 我们就田先生刚才向大家介绍的 那个建筑方案呢 我们在座的评委可以自由提问 好 请问 田设计师 你对这个外墙面的设计 是怎么考虑的 谢小姐 她们现在到了吗 她们应该马上就到了 你们终于到了 路上遇到点事 好 赶紧准备吧 祝你们好运啊 王总 那我先去准备了 小丑 你没事吧 我没事啊 你呢 我没事 他们只是想拦住我们的标 时间一过了 他们就都跑了 还好 你跑得真快 跑得一向很快 我要是想追谁的话 鞋都逃不掉 你一定一个晚上没有睡了 这里没事了 你可以先走了 干吗 不想让我参加你演讲 才优秀 怕你吓到 小样 我还是想要让你拥有 我还是想要 我还可以 你还可以 我还是想要 我还可以 我还是想要 你还可以 我还是想要 你还可以 不再装饰性的部位 表现短瘦的后现代品味 也不靠营造激情来打动观众 在设计理念中 我们融入了道家返璞贵增的思想 并在山水师的意境中 寻求中华古典精神的再现 非常精彩的陈述 下面是在座的评委提问的时间 请问王先生 这温州地处沿海 夏季多发台风 台风登陆的最大风速达每秒68米 同时还伴有暴雨 对剧院的外墙防水工程将是严峻的考验 如果发生渗水 剧院的机械灯光 还有音响设备都会出现问题 请你谈一下方案中 外墙面是如何抵御灾害性天气的 好吗 谢谢方教授的提问 传统木墙 墙面的自身仿色 是依靠材质本身 以及密封胶来实现的 密封胶有使用的性 会产生老化 连接部件是金属会生锈 节能效果也不理想 GMF的方案 采用的是直立所编的木墙体系 钢度 强度 浓度 以及防水抗风性的 都很适应复杂的建筑外形 和多变的影海性气候 像大家熟悉的Sydney Upper House 为了抵御台风 整个建筑外形采用了弹壳型 而我们采用的是具有同样效果和软型 王先生 有一个问题不知道你意识到没有 你采用的这种大型的钢结构设计 会增加现场吊装的困难 我看了一下地图啊 项目现场的道路宽度不到8米 作业范围非常小 会不会构建制作好后就未有问题 谢谢提醒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问 我已经找施工单位仔细认证过来 吊装是可行的 到时候我会要求施工单位 做一个具体的吊装方案 从构建的种类到吊车的选择 到拼装的程序都会有详细说明 并附有何载计算 王先生 请问你设计的剧院 也就是这个鹅卵型的建筑 究竟体现了怎样的道家思想和山水精神 谢谢拼文先生 这个方案是我在细读 《东径山水诗人》 谢灵运的诗歌中找到的灵感 谢灵运 我听说王先生是在海外长大的 谢灵运的诗是以用词考究 医运精深著唱 一般人很难理解 请问究竟是哪一首诗给你带来灵感 主委不要见笑 我是一个外邦人 我正在努力学习中文 但是我的中文水平 的确还没有达到可以全面领会古典诗歌的程度 为了更好地完成这次的设计 我请了我的翻译 谢小姐来帮我收集 以及翻译这些诗歌 相信我 谢灵运的诗 如果是用英文来读的话也是很优美 我记得其中有一句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句诗很适合温州的地理状态 而它的优美的意境直接启发了我的设计 请原谅我的英文不好 这一句的原文是什么 这一句的原文我并不是很清楚 我们还是请我的翻译 谢小姐来告诉大家 王先生刚才念的诗呢 是出自于谢灵运的过世名书 原句是白云抱幽时绿小内清零 谢谢 谢谢谢小姐 我所设计的正是一块这样的幽时 灰色光滑的表面 可以倒映天空的云头 机体线 白云抱幽时的诗剑 又与清莲山庄的名称 遥相呼应 同时 也是对谢灵运这位在温州写出来 池塘生春潮 原了变明积 这样的诗人表示惊悦 因为我这次忘了 你忘了 你忘了 你这么紧张啊 不至于吧 哪里 据我所知 你们GMF的钱袋子呢 早就已经是装得满满的了 不要这么贪心嘛 也留口饭 让别人吃 田总 你会没饭吃吗 实在不行 你还会抢吗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我听不明白 你应该明白 什么叫做 心知肚明吧 我说的没错吧 不要这么自负了 告诉你吧 我们的报价 比你们低出了十个百分点 我们各事物操所知 那我们走着瞧 王总 王总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评委投票一致同意了GMF设计方案 祝贺你们啊 谢谢 王总 去过南溪吗 没去过 我生长在南溪的鹤阳谷镇 是谢灵韵的后人 所以说 对你们的设计倍感亲切 当然了 我不是评委 我也不可能左右专家的意见 不过老实讲啊 通过你这次的设计啊 我的确感受到了 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博大今生 和它所产生的巨大美丽 谢谢谢主任 我也是中华的后人 对祖先的文化也是非常骄傲 但是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努力 是我们的团队一起努力得来的结果 是啊 对了 感谢你在上周的晚宴照顾我的母亲 她到现在还经常提起你呢 您的母亲 家母姓花 是美院退休教授 谢谢你 要作为对你的慰劳 谢谢您 我呢 姓花 叫花销 是画画的 家母呢 擅长牡丹 这幅画是她亲手画的 而且 妥一定要转交给你 谢谢 我一定会待会加生收藏的 对了 我还得回去和评委们讨论一下 招标的方案问题 我就失陪了 好 好 再见 再见 李帅 李帅 你应该怎么谢我 我帮你当了好几天的会图师呢 姬川 我真的不行了 我先回去休息 好 马上走 马上走 来来 来来 来 来 慢一点 慢点 啊 现在我宣布 GMF对于安妮的调查结束 并没有发现任何泄密的证据 安妮 由于你的翻译 启发了立川的设计 所以公司决定 给你一笔特别的奖金 好啊 好啊 好好好 恭喜 恭喜啊 恭喜恭喜 谢谢 谢谢张总 但是公司也并没有忘了大家 为了庆祝这次胜利 公司特意在附近的度假村 安排了一周的豪华假期 所以明早出发 给大家回去收拾行李 尽情求婚吧 好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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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杰克 这下放心了吧 我的工作完成了 今天晚上回上海 怎么那么着急啊 跟我们一块玩了两天 好意心灵了 上海那边还有很多事情 等着我处理的 你们玩得高兴 好 小秋 恭喜恢复名誉了 你说说 这奖金怎么花 花什么呀 我爸生命中那个时候 我还欠那穿很多钱 还有好大一个哭乱没有提 傻瓜 立川又不在乎这个钱 他是不在乎啊 但是我在乎 我不想欠他的 我觉得立川心里还是有你的 你看这次评标会 特地把你请来 当着大家的命谢谢你 多给面子啊 那 那个他本来就要谢我的 那个诗是我在审查期间 专门给他弄的翻译 还配了彩图 不过他幸亏看了 要不然的话就没有有卵石了 真的 这就叫心心相应吧 小秋 这次度假呀 我觉得 我们应该好好想个办法 把它给拿下 拿下 对 拿下 拿下 来 几川 来了 进来 怎么样 她好些没有 在医院的时候本来烧已经退了 现在又烧起来了 不行啊 这一定要去医院的 她不肯去啊 这样吧 我想这几天你一直在通宵感图 要不这里让我来 你去休息一下 你行吗 你不记得我学过医啊 再差也比你强吧 知道是 对 那些药呢 都放在那个床头柜里面 有什么需要你再打给我 好 好的 好 好 麻烦你 好 拜拜 拜拜 礼传 怎么样 我记得以前呢 你生病的时候 你说最喜欢我摸着你的头 你说最喜欢我摸着你的头 你说这样你就会好起来了 你说这样你就会好起来了 快点儿 晓彪 大鲍 晓彪 小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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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 行 我不顺利年